Hello,大家好,耳朵们好,我是Riva,然后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现在呢在Citicon Valley,也就是硅谷的一个UX Agency,做一名UI Designer,然后听起来有点高达上,但其实跟大家一样也是一条班砖狗,然后照片呢我也不想多看了。 我主要呢今天这套课的内容呢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是我在硅谷这样一个工作环境所认知到,学习到的UX Industry,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事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我说的时候中间加了很多英文以及语言上的错乱呢,请大家稍微包容一下,因为我语言上已经不能自理了,但是我会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解释问题, 当然如果有不懂或者是confused的地方呢,可以给我留言,我会及时的回答的。 那回到这个话题,What is UX? 那这套课呢我的一个goal不会说是让你完全成为一个UX Designer,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给你一年,你也没办法成为工程师,设计师,医生,是不是? 这个是你想也不要想了,但是我所能做到的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basic idea of what is UX。 因为UX从我的理解上来说,这个用户体验,它是一个散状结构,它是一把超大的散,它旗下会有很多很多的分支,很多很多的职位,以及很多很多不同专业的领域。 所以这套课我的goal是想跟耳朵们分享一下,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在硅谷,这个UX Industry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然后整个操作流程是什么样的,然后你需要什么样的技能,这种skill set to be a UX Designer。 好的,那么问题就来了,what is UX? 在视频上我没有办法就是跟大家就是pause,然后让大家写一下答案,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practice,因为如果你想成为UX Designer的话,你必须不断的做笔记,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头脑风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brainstorm,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想,想这些问题,然后解决你用户的需求。 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告诉大家什么是UX,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哦。 我呢知道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扯淡,但是我前两天才得知,一辆poshé它的引擎发动的声音全部都是由工程师sound engineer,还有各种各种engineer所设计的。 所以everything is on purpose,它们这些所做的工作,所做的research,调研,全部都为了一个声音而服务,也就是引擎发出的声音,而这只是它整辆车里面的其中一个附带的东西。 但是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用户体验,这也算是体验。 但是我们今天这套课里面不会说包含到这么宽泛说,工业设计也会涉及到,但是确实UX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渗透型的,它是方方面面都是UX。 但是我在这边如果能够教授大家包括跟大家share的一个information只是关于digital方面的,也就是比如说网站上的包括app那些怎么说应用程序方面的东西,包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个框架结构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反正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了,对不对? 好,那么从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上来说呢,UX它相当于这里三个领域,就是如果是非常rough来talk about it的话,它分UI,interaction和development。 UI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user interface。 也就是说当你作为一个用户,你所看到的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那是一个user interface,这个非常好理解。 那这个是指interaction。 interaction就是所谓交互嘛,也就是当你在使用一个app的时候,这个它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它的这个运作是怎么样的。 当然现在在硅谷,这个interaction已经是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流程概念,已经到了非常小的animation。 我指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也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Google material design,这个我之后会给大家一个demo的时间。 然后它其中就是有一个interaction是什么呢? 就是从一个menu变成一个back arrow,也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它是一个动画,但是它也是属于一个interaction。 这是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它依然属于interaction,而且这在interaction当中是属于非常重要的细节了。 也就是如今的所谓的animation,所谓的当中的小动画。 因为现在的屏幕包括所有的按键都不是所谓的slide in,slide out嘛,它有非常很多的变化在当中。 这个也算是interaction。 最后,最重要,也就是最值钱那个实施部门,也就是我们的development。 那development也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 在这边我们可以叫他们工程师,那也可以叫马农。 那这个会有硬件和软件之分嘛,但是通常UX的话,我们是跟软件工程师合作。 也就是这边的当红炸子机,在硅谷软件工程师真的是非常非常地吃手可热。 所以,我呢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可以做三样的。 这个,这三个领域只是说是UX所覆盖的, 但这其中包含的职位和职业是千千万万以及非常非常不同的principle。 我没有见过做工程师的,又可以做interaction designer的。 我没有见过做写代码的,又可以做user interface的。 那我们这些不同的discipline是合作的关系, 然后我们合作去做这样一个产品, 这样一个industry叫做UX,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UX designer, 然后选一个你所偏向,包括你所侧重, 包括你所擅长的一个start point,一个起点去做。 OK,next。 好了,既然在硅谷呢,我不得不跟大家share一下, 就是在这里的一些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公司。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是非常random, 只是从冰山里面找到了一个小脚给大家说一下啊。 那Google不说了material design,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的它的一个demo video。 这个是安卓的翻身账。 因为我作为一个苹果狗来说的话, 不得不赞扬一下苹果, 就是苹果的话确实是怎么说, 彻底让整个硅谷的人意识到design是有多么重要。 因为之前的人,工程师永远是在设计师之上的, 我们永远听命于他们的。 可是苹果告诉我们, 设计师和工程师一样的重要。 用户体验是多么的重要。 设计这个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啊, 这个是苹果所带来一个非常革新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一个idea。 虽然他们企业文化, 我有个question mark。 那Google的话, 相对于安卓系统, 我个人认为安卓系统实在是有太多的漏洞。 但是因为Google和Apple是完全不同的公司, 它是没有办法像Apple一样, 又控制软件系统, 又控制平台, 又控制device, 也就是自己的硬件的。 所以它永远不可能做成苹果手机。 但是Google依然did a good job of material design。 他们去年所发布的material design是一个visual language, 然后想要就是cross platform, 因为Google的device实在太多了, 它是没有办法做一个系统去cover所有厂家, 以及他们跟不同的厂家是有不同的协议的嘛。 所以Google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做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这么困难情况下, create a material design,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还有一个, 当这是这边非常大的两家公司, 我们也是跟他们有合作, 然后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跟Apple做实在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说, 这个公司他们是蛮拼的啦, 但是企业文化呢我就不好多说了。 然后Netflix也是这边当红炸子机, 这两个企业文化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们在领域当中的成绩是很好的, 这个不可否认。 Airbnb他们重新rebrand了, 但是这个企业的就是走向是真的是非常好。 Twitter已经kind of old, Pinterest去年也是前几名的一个startup, 去年像Square, Pinterest, Uber, Airbnb全部都是名列榜首的startup在硅谷。 所以大家就算是不知道这些什么,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花点时间去read about it, 去看一下这些公司是做什么的, 然后他们是整个是怎么发起来的, 整个流程是怎么, 这个产品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这对你开阔眼界也, 我觉得也非常帮助。 还有Square也是, Square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虽然他们, 对, 虽然Google有Google Wallet,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产品, 我会跟大家说很多这边的产品,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知己知彼吗? Apple有Apple Pay, 去年当这家公司和这家公司出来这两个产品的时候, 彻底打压了Square, 可是Square还是非常厉害, 所以可见Google Wallet已经有可能会被cancel掉, 对不对? 然后Apple Pay, 那新的iPhone 6 and iPhone 6 Plus都有这个功能。 那么就是说, 现在这个市场上也是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 就是同类产品太多, 然后你怎么使用, 然后怎么竞争过别人, 那用户体验就是一个制胜法宝, 因为Square实在是太好用了, 所以即便有这么强大竞争对手在面前, 它还是可以存活得非常好, 所以可见用户体验在整个产品当中, 占的百分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Facebook和LinkedIn我不说, Twitter我也不说, 那Tesla我也不提了, 对吧? 那简直就是棒棒的, 简直就是棒呆了, 我个人就是Tesla脑残粉, 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会不断地在课程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些可以看的东西, 一下子确实没有办法去消化太多, 但是你可以从现在开始follow这些tech news, 也就是高科技上的一些东西, 因为在硅谷这些全部都是跟用户体验有关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补充的知识, 这是一个trend, 就是你必须去follow的, 就好像微博的热门微博, 你要去follow一下, 不然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呢, 对不对? 那好, 今天呢主要是一个introduction, 所以我也不会跟大家说太多就是理论化的东西,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非常就是需要大家知道, 就是说你想成为一个UX Designer的话, 你首先要对自己有个定位, 就像我说了,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泡纳的体系, 你到底是Designer呢? 你还是Developer, sorry, 我这边有个语法错误, 应该是Designer and Developer, 就是说你要给自己的定位, 你是要做设计的, 你是还是要做开发的, 还是说我是要做中间的, 你就必须得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位, 那你才可以树叶有专攻, 对吧?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说cover到所有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我的耳朵们, 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个定位, 这样你才能很好地去学习到所对口的东西, 包括你在这个Path上面会有好的发展, 你不能说起点就很多, 然后你自己也不知道学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必须自己思考的东西了, 那Designer的话, 我自己本来就是Designer的背景, 我自己从平面设计一直做到Digital, 一直做到UI UX的话, 我是一个一路转换, 一路更新的状态, 当然如果我能知道更多development的知识的话, 这个是当今确实是全世界都缺的人才, 因为真的没有设计师会写代码, 也没有会写代码的人会设计, 所以如果你能有体力, 有能力能够在十几年以后cover到所有的话, 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trend, 也是一个趋势, 所以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边说的话, 一个就是你对自己的定位, 你到底是要做什么, 首先, 我这边语法错误好多呀, 首先我对自己的定位, 我如果是对于我自己的评价, 包括自己一路的教育背景的来话, 我是Designer绝对是满的, 绝对是满的, developer的话我因为现在也在学习, 所以我觉得五分的话, 我给自己三分好了, 所以我觉得耳朵们你们自己现在, 在我开始整堂课的过程当中呢, 你也给自己一个定位, 也就是说, 你到底是要去developer, 还是要be a designer, so, 包括这个designer里面也分很多很多种啊, interaction, UI, animation, prototype, 这个这个也分很多很多种, 但是任何一种, 你都要对自己有一个starting point, 一个定位, 所以当你定位好了之后,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解一下, 这个what is UX了, 当然我这套课应该也是偏重designer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developer的话, 你就也不用继续往下看了, 那就下节课会跟大家正式开始介绍, what is UX, 我们先进来做一个 oportunitat,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记住在每个月, 感谢观看